两名男子站在机车前面 打开箱子把一包一包东西 小心翼翼放进机车置物箱 整个过程都被警方监控 原来他们手上拿的都是毒品 机车便 小仓库 警方打开行李箱 全部都是毒品咖啡包 还有神仙水 大麻糕 嫌犯们看到证据摆在眼前 完全说不出话 警方调查贩毒集团非常狡猾 在双北地区租至少七个套房 轮流当仓库 每个套房外面摆至少三部机车 当作断点 买家透过手机联系 说出暗号 饮料 嫌犯就到机车取货 并叫继承车 请不知情问奖出货 小黄变成运毒工具 警方研判他们一天不法获利 约二十万 八个月下来超过四千万 而会侦破这起贩毒案 跟半年前一场冲突有关 警方逃墙压制要嫌犯配合 去年六月台北市中山区 发生飞车追逐 恶哨当街开打 还放信号弹 当初变称动机 只是为了两千五百元债务 警方发现双方都有毒品前科 溯源破案 他们将机车列为 这个暂时毒品藏放的地点 来作为断点 以避免当被警方查去之后 来就是一次就是被瓦解掉 走在最前面的现信嫌犯 年约三十岁 因为大哥被抓后 另起炉灶重组集团 用机车计程车 设下层层断点 还是被警方瓦解 静新闻张授区 维才能容论 立了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声敬美 敬好新闻 封 souls 口水 脚 眼睛